看一下那个一个地位 今天那个CBA 刚说到那个地位转身技术,今天在那个CBA中 刚才一场那个四川跟南福建,四川跟福建的一场比赛 里边那个苏洛宇打出了一个 地位的一个步伐 看一下 苏洛宇是那个四川的 哈达迪是四川的中锋,他是大先锋 面对那个 防守 等于是大大大,大个儿打大个儿 地位的一个右转身 这个球 强,强撞三个人,强撞三个人,然后弱撞两个人 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外线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这个步伐 就是一个,一个右转身 这个步伐 在这个CBA中 跟后却挂一个,挂一个掩护 然后 这个掩护实际上也没起什么太大作 回传 回传 吸引了大中锋的这个 首先他吸引大中锋的防守,然后回传给 回传给他 面对大中锋的防守 做了一个 要,要到了,要到了位 此时他 左脚为轴 右脚 右脚,右脚顺步 就这一球 右脚,左脚离地 球离手 左脚离地球已经离手 就是 之前说的托半步 是好球 然后交叉步 交叉步 交叉步 右脚 以左脚 以左脚为轴 右脚转身 轰隆 合球 合球 合球以后 然后左脚 离地 所以说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太对劲 我们那个做右转身的时候 实际上是 呃 左脚是升脚 下球 下球 转直 这圈还有个问题的合球太早在空中就合球了合球以后 那么你这会双手 双手持球 你的叫 就他 你的这个支撑脚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左脚 他现在变成右脚 变成右脚以后呢 又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呢 左脚落地起跳 左脚落地起跳 还没看太明了 再看一下 在双脚腾弓 这是双脚通空落地 左脚为轴 就是他这个问题在哪呢 他这个问题 合球合太早 他跟那个 阿拉壮那个步伐已经有 已经有一些区别在里面了 所以那个光头 福建队那个光头教练 新来的那个好像塞黑的吧 他说的走步 这个球好像在CBA里面那个谁也经常这么打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浙江那个转过上的后卫 他也老这么打球 这个球实际上有点别扭 你看阿拉壮的步伐他是他的那个在空中 在空中是不合球 在空中右转身的过程中 右右手是 右手在单手 单手运球状态 右手在单手运球状态呢 是没有那个 在运球状态过程中 不合球但是没有那什么的嘛 他转过来以后 他转过来以后他才会合球 他这个问题 他这个问题呢 他这个球 运球 那有一个 他启动 启动的头的半步是没有问题的 抢的半步是没有问题的 这块 球已经离手了 那个左脚才立地 所以我们说这个 从效果上看 他偷的半步是没有问题的 后边这块有点问题 然后他在这就直接就合球了 合球以后 等于他合球 合球以后 他是左脚 为轴 此时他左脚为轴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你这个单手后 后转身 后转身应该是 球这会儿还在右手 右手这么右手的过程中 然后你右脚落地 左脚 左脚蹬 右脚落地 然后最后你应该是 应该是你的右脚为直升脚 然后这个右脚为直升脚 左脚落地 然后这样你再起跳 他就是完全完全好球 他这个球有 他这个球有一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双 他的那个 他的空中和空中和球是双手和球 而且和球太早 这样就 他的空中和球 双脚起跳 双脚起跳 究竟什么时候和球 他这和球你必须得左脚离地以后 左脚先落地 右脚再落地 左脚 左脚 支撑脚是 支撑脚是左脚 双脚是双脚离地,这应该这会儿离开地面以后,在腾空的状态中,你再喝酒 然后,左脚逻辑1 唯一的问题就是那个双手合球有点早 这个严格说还有点问题 起另一步是没有问题的 这会儿呢,他在空中的过程中,右手应该是 右手在空中应该是单球向下的 右转身吧,单手和单手那个球应该在空中不合球 这会儿还是,他这会儿已经low起来了 这个球应该是U起来,然后那个 右手应该是 因为你这个双手向上 右手向上一兜,等于就是你已经合球了 那这会儿应该是你在我们运用那个背转身技术中 球应该是右手,手面应该是向下的 就是说你还处于运球状态中 你一旦手腕向上翻 那么立刻就可以断定你的这个中枢脚是左脚 这是不对的 因为你运球状态,运球状态是没有 没有那个 是没有中枢脚 运球状态是不确定中枢脚的 一旦你那个运球状态结束双手合球以后 或者是你单手把球翻弯翻过来 那么就立刻会确定你的中枢脚 此时中枢脚的那个 哪个脚先落地呢 就是哪个脚 他这个,他这个,他这关呢 还没,还没腾空呢 他这个,他这个手就已经合上了 就翻过来了 那么此时他左脚是支撑,左脚是那个支撑脚 然后他左脚支撑脚再离地 他这个球就离地以后呢 他又 又再落地 支撑脚离地以后是不能落地的 一旦落地以后就走步了 这个球原来严格说它是一个走步球 但是呢 但是CB好像现在都这么大 CB会也这么大 你还没细看过这个动作 他这个动作应该是那个 严格说你的那个 你的这个 此时转转身的 在转身的过程中 球应该始终保持手腕向下 手腕向下 转过来以后 在你的那个 在你转过来以后 你的右脚落地以后 然后在这 在这一步的过程中 双手才能合球呢 你合球 然后 再往前一个插步 然后在此时你的支撑脚应该是你的右脚 你的中枢脚应该是你的右脚 这会儿你合球中枢脚应该是右脚 然后上左脚 双脚起跳 就是说球在落地之前 不是球在右脚那个 中枢脚在 起跳之后 不会再度落地 在球出手之前 不会再度落地 这样才是一个好球 那么你这样现在 就等于这个球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那个合球过早 当时比赛时候还没看出来这个问题 现在还CB也不能吹 转身启动那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这块 这块他明显那 已经那个 已经出于合球状态 就是说他右手已经是 手腕向上把球夹住了 你看 他这会儿也在在那个后转身的过程中 在这个后转身整个 就这样扭起来 扭起来这一步 这一步 他是那个手腕应该是始终向下的 利用那个过球的惯性把球兜过来 兜过来 兜过来以后右脚落地 右脚落地 然后 然后这在这块 他在转 在转身的过程中 这块才是他合球的那个时机 这个球严格说不是一个好球 难怪这个大光头我在那 嗯 直汗走路 就有问题 但问题也不大 因为他太快了 那你要细看呢 他还确实有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们那个在自己练球的过程中 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就是你 你下球过程中这个转身做的一定要漂亮 他漂亮 他漂亮在哪呢 就是你兜球的这兜球的这一下 那个球 球在空中始终画一个大圆弧 始终在你右手的那个 右手的这个 右手手腕是向下的 把球拖过来 在你那个 右脚 右脚落地以后 这会儿在那个双手合球 这样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这个 他这个 从 这个问题还是 还是刚发现 以前还是没发现这个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吧 他这个 在这个 去用这个技术打出来了 在实践中打转了 一个大跨步 一个一个右手大顺 一个大顺步 然后接交叉步 然后左手 然后那个左手一个高 左手一个高手腕 这球反正有点意思 但是CB好像现在对这个 对这个问题 并没有完全的发现这个问题 他运球的过程中 好像我看孙明会也是右手 双手抱球 然后在空中 蹦蹦走两步 这球转过来 跳起来 他从这他跳起来在空中 合球 然后左脚落地 此时他这会儿都 球都应该保持在右手 向下的这么一个大 大揉的这么一个过程 转过来以后 在这儿合球 这块亮的时候 还是完全是一个好球 嗯 看来这个CBA的这个转身的这个 技术还是 但是 普遍有带磨练吧 动作是一个 不细看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细看有问题 这个圈我们暂时就分析到这儿啊 不是说这个技术有问题 而是在实行的过程中 这个技术实用上是吧 就没有问题 我再研究 嗯 先暂时说到这儿 也许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呢 是不是很 不是很 不是很 不是很理解现在的规则 也是可能的 但是从那个 从那个 从我们这左子 这个诸书角的定义上来看 分析这个问题 它确实有点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合球太早 那么在转身的过程中 在转身的过程中 应该让你那个 让你的右手完全的 是那个处于空中那个 空中 在这个揉的过程中 转身的过程中 右手应该是把球兜住 在地上 这个叫技术 这个球 原来还真没看 原来还真没看 没太细看 随便会是怎么过 怎么打的 反正目前CV这种球打的很多 都这样可能是 我们再看吧 反正目前存 就简单说存移吧 从我个人来看 它是走步球 不是说这个技术走步 而是那个 它运用的没运用好 反正在 我们在平静练习的中 不要 不要 採用这种方式 起码 就是还是那个采用老老实实的 采用那个包拉撞 那种 那种 那种运球 右手是在在绕的过程中是单手 转过来 右脚落地 然后左手在 左手的那个 在双手在合球 这块就先说到这